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这些课呢给大家带到这个难度叫做水平之声成空腿文森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们屏幕下方的QT动作和分作 或者呢加入到我们公众的官方微信平台 如果你想去提到更全面更系统的教练视频呢 可以来到我们公众的官方网站进行讨论和交流 我们希望大家这些课呢可以和我一起来练下去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 下面呢简单我个动作示范 好现在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难度 这个难度呢不是特别容易好做 因为呢它要求我们这个身体素质呢特别高 不是说呢你有力量就能做这个难度 而是呢你需要该有力的地方有力才能够做好这个难度 而且呢这个难度它还需要一个重心的转换 好我们从第一步水平之声这个难度开始讲起 这个难度呢我在之前的教练当中有涉及到这个难度的教学 那么水平之声的练法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以前的教学 好现在呢我们从第二步它的衔接开始说起 衔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称水平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称水平这个重心呢一定是往前压 而且呢我们这个虎虎的方向是朝前的 我们冲肩冲的越厉害这个动作呢就越好起一些 其次要注意的是水平的时候称水平你的胳膊呢不要打弯 然后呢你的这个尽可能的往前去冲肩 然后呢你后边这一块利用这个杠杆原理呢 或者说是这个腹直肌还有这个腹横肌的发力呢 它能使你这个身后就是你大腿这一块呢撑起来 好我们冲到水平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的重心呢始终是往前压的 就是说呢重心始终是压在我的上半身的 所以说呢我的腿还可以起来 那么我们称完水平之后呢我们去转这个空腿纹森的时候 现在呢就需要你重心的转换了 如何去重心转换呢下面看 我们做空腿纹森的时候 好这个难度呢以前给大家讲过 做这个难度的时候呢你的重心呢是基本上往前压的 然后呢重心压在你的右胳膊上 所以说呢转换的时候你的重心从前方要一直压到右后方 那么在这个转换的步骤当中呢一出现的问题呢是什么 就是说你借助了这个腿的摆动来借劲 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冲完水平之后 接空腿纹森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这个后腿 一个是我的左腿呢习惯性打弯或者说呢习惯性向这偏一下 向这偏一下呢你想这个腿往这边一带你这个身体的重心呢不就是更好转换了吗 但是我们这个动作呢是这个动作规格呢非常要求严格的 我们不允许出现这个腿呢有向这摆动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其次我们从水平姿态开始的时候 踢到空腿纹森这个位置 我们的膝盖脚背都要时刻绷紧 不允许呢出现这样弯着膝盖勾着脚这样架温分的状态 所以说呢这两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好 第三点呢就是乘这个结束姿态时 我们从空腿纹森乘结束姿态时 左脚呢先落右腿呢回去以俯称姿态结束 好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水平支撑乘空腿纹 那平时呢我们的辅助练习呢还是离不开你这个冲肩佛撑 还是离不开你这个冲肩佛撑的训练 好这个呢我们平常训练的时候做个二十个一组 然后呢每次训练的时候做上四组至五组 每天都要坚持练习这个肩带力量 因为呢它不是说特别大的力量 我们需要我们隔一天修一天去练 所以说呢我们要练习这个冲肩佛撑这个动作 第二点我们要练习的是呢就是我们平常要多倒力 多倒力呢能够提高你这个肩膀的力量 使你呢以后做这个水平成空腿再成水平 这是一个更高级的难度 所以说呢能够提高你肩膀的力量 第三点呢我们没事的时候我们就这样 看我做我们把脚后跟冲着天花板 脚背呢两个脚背冰在一起 好向前冲 冲得越大越好 然后我们呢进行这个控制 一开始呢控制五秒钟 循循渐进的十秒十五秒 这种控制练习呢我们每次训练个三组至五组就可以 我们在练的时候记住我们的躯干呢始终成一条直线 不可以控的时候这样或者这样都不行 还特别是不能弯胳膊 这个难度呢在做的时候始终要保持你的手臂是直臂的 而不允许出现这样弯胳膊 这样弯胳膊呢就省劲省了好多了 好第四步呢我们有一定的力量基础之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下这个 看我做一下 团身 好就是这样我们乘住团身之后呢 后背尽可能保持水平 然后去做佛撑 这样的话可以更大的刺激你的这个肩带力量 好这就是四步训练方法 我们从第一步一直要做到第四步 每天都要坚持练习下去 这样的话呢大概两三个月之后呢 你就能出来这个难度了 OK这是今天的教训 好今天这一课呢教给大家水平支撑成空减文三这个难度 说实话呢这个难度不是特别好 如果呢你还想学习到更多健康和享受的知识呢 可以关注我们工作的官方微信平台 如果呢你想学习到更全能更系统的这些视频呢 可以来到我们工作的官方网站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与大家交流的话呢 可以来到我们工作的QQ群进行交流和讨论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的话 ν